今天跟大家说白羊买Insta360 ONE X2潜水壳之前要知道的事 玩了个学几次 有惊喜亦有失望 去到影片的下半段我还会说一些不可以不知的使用秘技 好事不宜迟 我们不如先说个惊喜 第一 拍摄水底水面50-50教学 50-50 即是拍出来的画面有一半在水面 另外一半在水底 好有趣的 一般要用这么大的分水镜加上GoPro才能认得到 原来用X2加上潜水壳都能拍得到 可以用来拍照或者拍片 效果还要很不错 因为X2潜水壳的设计就好像有两个迷你分水镜在镜头前面 可以把水分成上下两部分 你只需要把相机保持垂直 保持太空人头盔一半在水底一半在水面 就可以拍到这么特别的分水效果 而且尺寸比GoPro加分水镜小很多 当然分水镜尺寸越大越容易遮到水位 但细多方便攜带很多 我买了一个潜水壳就当然想潜落水影了 你和我说在水面拍摄 不用急 现在就和你说在水底拍摄有什么需要注意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蓝鞋 这条是有关Insta360 ONE X2的第16条片 不想错过其他教学影片的话 考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 第二 水底影360画面怎样拼接 潜水壳最主要功能是帮你在水底拍摄360影片 而且可以正常拼接 那你就可以随时改变画面视觉 去探索水底世界了 拿机落水两个镜头拍出来的画面是接不到的 中间会有条线 加了这个太空人头盔就可以 我带大家看一下水底有多漂亮 而且 App 会偵察到你在水底拍摄 会自动进行拼接修正 但如果 App 没有进行自动修正 像现在那样明显见到接驳位的话 你都可以按这三点找回潜水壳拼接 开了它 那接驳位就会更漂亮 它还有一个叫潜水壳水上拼接选项 方便你在水上面用潜水壳帮你整好接驳位 虽然那个壳解决了画面拼接 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 第三 潜水壳会入镜? 还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潜水壳不是完全隐形的 壳的底部仍然会入镜 老实说都挺外眼 始终壳的壳有这么多厚 就这样伸腸之棍 对前自拍潜水是不行的 你会被壳底遮了一大半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避重就轻 方法有几个 第一 垂直拿着自拍棍 不要伸长它 镜头直接对着自己的面 虽然画面不够wide 但总叫可以自拍到游泳 因为镜头直接对证的方向是不会见到壳底的 第二 在App 里面更改画面视角 避开壳底它 只是望向其他没有东西遮住的地方 你看看我用来拍鱼就刚好 第三 屈起自拍棍 就算拉长了 镜头也会长期对着自己 缺点是棍子会入镜 be creative 试下用不同方法 加上用App 去避开壳底 都会拍到不错的影片 至于用它来拍其他人或者生物就没问题 你看看那只龟 相机放入壳 用不到触控屏幕怎么办 第四 在水底如何改拍摄设定 答案是 无得改 潜水壳上面有两个键 一个是录影键 另外一个是开关键 但入了壳都可以改变拍摄模式 只需要入壳前 先入设定 锁住屏幕再放入壳 这样就可以用开关键去转模式 但每一个Mode的深入拍摄设定 就一定要入壳之前设定 说完拍摄相关的事 不如说说安装防水壳的心得 很重要的 第五 安装潜水壳要小心一点 第一 我在开箱片说了如何安装壳 用下问题不大 但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将壳慢慢套进去 因为有机会弄花镜头 我在网上已经见到有网友中了 第二 吸上壳时记住8点对8点 因为就算反转了 它也能吸上 装错了就按不到开关键 如果落到水才发现就 看到这里都还没按走 那就对了 因为现在要说那样东西 你迟了发现会更麻烦 第六 吸霧片原来不是这样用 说明书没有讲清楚吸霧片应该怎么用 所以有机会会用错 吸霧片有什么重要 它可以吸走潜水壳里面的湿气 让壳不会起霧 保持拍摄画面清晰 就这样打开包装放入壳里面就可以吗 全新的 就算是全新的都应该摸一下它 如果感受到又湿又软 就代表已经有水气在里面 吸收力比较弱 而且软压压的时候很难塞进去壳里面 这个时候你应该先把它放入150度的烤炉 烤5分钟 拿出来 硬身 感受到它干真真就OK 它就会回复正常吸收能力 而且容易点塞进壳 落到水拍摄就不怕它起霧 可以尽情创作了 落水拍摄完 撕相撕片有什么要注意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 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我 另外如果你会在网上买360器材 请考虑一下用我放在下面的专用链接 可以帮到我频道的发展 多谢 第七水底影像色彩怎么处理 现在进去的app教你怎么收拾相撕片 在水底拍摄的影像一般都是这样 青BB颜色偏露 因为光线里面的红色很难穿透海水 所以一般水底片是会缺乏红色的 但Insta360 App内有个功能可以简单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是Aqua Vision 2.0 这个app不会自动帮你打开 因为你要按这三点之后拉去下面 找水下色彩还原2.0 开了它 看到水底颜色即时有改善 画面没有那么偏绿 多一些红色 另外你会下水的日子通常都是阳光普照的 拍出来的画面光暗对比会很劲 暗位会很暗 我通常会入调色设定 然后找阴影 然后提高阴影亮度 那最后得出来的画面就会讨好一点 拍完修理片 不如学一下 第八 如何打理潜水壳 想壳内用一点就要学会打理它 第一 潜水壳上面的黑色胶边不是黏的 会脱出来的 我第一次用壳上水就发现它是这样的样子 但应该可以按下去 对 完成 顾这条胶边不多不少对画面拼接有些影响 大家千万不要弄不见它 第二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玩完回家冲淡水 冲走咸水和沙石 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浸它一会儿 下过水之自拍棍也是一样 冲走沙石它 第三 在任何不是拍摄的时候把它塞进袋 为什么 是我从错误中学习到的真理 我就是这样暂时把它放下在软软软的脆气毒木舟上面 之后其中一边就花了 太空人头盔面积大 所以很容易会弄花 所以无时无刻不是在录音的时候就立刻入袋 就算是玩水 濕着入袋也没问题 袋可以洗干净 磕花了就没收报了 想看更多有关360相机的影片 可以考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打蓝鞋 没什么我先出去拍360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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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